新能源汽车的好消息来了 明年一整年 新能源汽车的购买仍然无需缴纳购置税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三大部门公告 新能源车在明年将继续免征购置税 这也是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第三次迎来延期 目前车辆购置税比例为10% 一辆30万左右的新能源汽车 在免征购置税政策的推动下 可以优惠2到3万元 购买现在主流新能源车型的优惠程度 可能在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免征购置税的前两次延期 第一次是在2014年到2017年 将购置税期限延长到了2020年底 第二次又从2020年底延期到了今年年底 而这一次免征购置税的时间 被延续到了明年年底 在这种大力扶持下 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 也是在不断攀升 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突破万辆 一直发展到2021年 产销突破350万辆 奠定世界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国地位 而今年1至8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397万辆和386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2倍和1.1倍 增速非常迅猛 尽管目前仍有最新的免征购置税加持 但随着国内整体补贴的退坡 新能源汽车还能保持如此增速 证明中国目前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已经由政策驱动转为了市场驱动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上万年以来 国内新能源汽车普遍承受上游原材料涨价的压力 例如电池结碳酸里的价格 今年3月的时候 价格达到了51.7万元每吨 较年初上涨近7成 许多车企在压力之下也是陆续涨价 向特斯拉在3月份的时候 曾一周内对Model 3 Model Y 连续三次涨价 累计涨价超过了2万元 领跑汽车 哪吒汽车等 国内的造车新势力 也出现了涨价的情况 而在23号 也就是上周 据上海钢联发布的数据 电池结碳酸里 均价已经爆出了51.15万元每吨的价格 逼近了3月份的最高值 在上药原材料涨势 并没有完全缓解的情况下 四季度乃至明年 整车方面 仍然是有可能出现涨价的情况的 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延期 毫无疑问 降低了车企的压力 对于提振销量 起到了救火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